很多的危機 推開門走近一看 鋼筋搖搖晃晃 隨時都有坍塌的風險 就是這間屋林三十年以上的舊公寓 在九五年經過鑑定為海沙屋後 市政府發公文 命所有全人限期停止使用 建商多次和居民協調 在今年三月正式拆除 不過警鈴在旁的這一棟 依然有民眾不願搬離 這樣的鋼筋已經是沒有辦法支撐了 沒有辦法支撐了 變非常的細 所以這棟房子事實上 隨時都有可能倒塌 公寓內部殘破不堪 一旦地震發生 隨時可能會倒塌 左半部居民已經完全撤離 也拆除完畢 右半部一樓卻還有人居住 里長表示附近是學區 甚至還有國小國中學童 每天上下課路過 若建築坍塌 第一個遭殃的將是附近民眾 學生上下學的時間點 如果掉落的話 可能就比較麻煩 那一天是砸到機車 那天如果早一點砸下來 砸到人的話 可能我不曉得應該要怎麼算了 因為那個紙塊還滿大的 合法重建的海砂屋 卻遇上丁子戶不走 建商承諾協助補貼 營造期間的租金收益 不過仍然無法達成共識 海砂屋如果它具有一定危險程度的話 我請它停用 然後請它搬離這樣子 如果說它沒有依照這個命令去 限區去拆除的話 我們是可以有罰還的 新北市都跟處會先勸離 若還不走 將處三到六萬罰還 就怕這段期間倒塌 傷及路人 後果將不堪設想 三立新聞周冠與王佩華 新北採訪報導